爱情的定义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其实爱是不分性别的 在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外 还有同性间的爱 和变性人的爱情 变性人的爱情 相较于同性恋来说 更加的让很多人不理解 甚至是不接受 但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是有选择爱与被爱的权利 在爱情的主观世界里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毕竟两个相爱的同性 他们不会影响出 他们之外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 甚至是家人 来自美国的一对小伙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他们的爱情甜甜蜜蜜 羡煞旁人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变性人甜蜜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爱尔兰 来自美国肯塔基州 今年22岁 他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 明媚的眼睛和开朗的笑容 但是这并不是他最初的样子 在出生时 他是一个名叫亚伦的男孩 并且一直以男孩子的身份长大 大宗三岁期 亚伦就对自己的男性性别 产生了质疑 他喜欢穿祖母的高跟鞋 偷偷用母亲的化妆品 玩娃娃 做每个小女孩都爱做的事情 亚伦时常会觉得 自己本该是一个女孩 却被困在了男孩子的身体里 在学生时代 因为性格柔弱 亚伦既被男生霸凌 又被女生排斥 同学们嘲笑他 模仿他 把他说得一文不值 没有人告诉亚伦 他的性别质疑究竟是什么情况 也没有人告诉他 究竟应该怎么做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带着对于性别的困扰与不解 亚伦慢慢长大 在18岁那年 亚伦爱上了一个男人 24岁的计算机专业学生 杰瑞 自打在Facebook上 看到杰瑞照片的第一眼 亚伦就觉得他十分可爱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会直接 就对一个陌生的男人一见钟情 在做了半天思想斗争之后 亚伦终于鼓起勇气 主动接近了这个男人 加了他好友 并且打了招呼 但是杰瑞在看到亚伦的招呼之后 委婉地表示 自己不是同性恋 并且表示了拒绝 看到这种情况 亚伦当然很伤心 亚伦想说 自己也不是同性恋 他的内心是个女孩子 他是异性恋 但是谁让他的身体是个男孩子呢 于是他决定不再打扰杰瑞 让自己的情愫慢慢沉淀 在那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 转眼时间就过去了两年 对于每个人来说 两年可以产生巨大的改变 而亚伦更是如此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他终于对变性这件事 有了系统的了解 亚伦说 我原本以为我年纪太大了 不适合变性了 但是我的朋友提醒我 人生苦短 为什么要一直过不快乐的人生 是啊 为什么要一直压抑着 体内女性的灵魂 受不应该受的委屈 为什么不能潇洒地面对人生呢 亚伦终于想通了 他要面对内心的自己 于是 从那天起 他从她变成了她 从亚伦变成了爱尔兰 爱尔兰开始接受激素替代治疗 留起了长发 开始认真努力地 做一个爱自己的漂亮女生 爱尔兰在两年时间内 疯狂的整容 为了让自己的外表 看起来更加女性化 因为他原本的长相非常俊美 在整容手术过程中非常顺利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公布自己的美照后 引来了大量人的围观 而人生总是充满了奇迹和惊喜 在爱尔兰变性了七个月之后 这天 当他像往常一样 在印子上发照片时 忽然收到了一个人的点赞 而这个人 就是他在两年前 喜欢的那个男人 杰瑞 爱尔兰从未如此清醒 他意识到 这就是命运给他的机会 如果不能抓住这次机会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跟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 没有丝毫犹豫 爱尔兰又一次决定主动出击 爱尔兰立刻给他发送了一条私信 并且附上了他的号码 五分钟之后 杰瑞回复了私信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交谈起来 无巧不巧 第二天就是爱尔兰的生日 而借这个机会 他直接就把杰瑞约了出来 时隔两年 爱尔兰终于见到了杰瑞真人 在他的眼里 他像他想象中一样可爱 但是性格还要更加温厚纯良 不仅完完全全 接受爱尔兰变形人的身份 并且对他充满了尊重 而对于杰瑞来说 两年前Facebook上的事情 他已经不记得了 他只知道 眼前这个女孩 虽然才认识几天 但是跟他在一起十分的愉快 他们彼此之间有太多的相同点 性格也十分契合 定光伙食之间 他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女孩 某天在一起看着电视的时候 杰瑞忍不住对爱尔兰 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向爱尔兰表白 想和爱尔兰在一起 曾经以为不可能在一起的人 突然跟自己表白 这是一种怎样幸福的感受 大概只有爱尔兰知道了 当时的爱尔兰简直开心坏了 立刻就答应了杰瑞 于是 在距离意思点赞 仅仅过了一周之后 爱尔兰和杰瑞就正式确定关系 而这也是爱尔兰第一段认真的感情 在之前的两年 爱尔兰也有尝试 跟一些其他人约会 但总是以失败告终 这些男人总是会跟他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你是变性人 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认真严肃地对待爱尔兰 也从未有人把爱尔兰 介绍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家人 直到杰瑞出现了 他郑重地告诉爱尔兰 他爱他 并且想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 他无所畏惧地 把他带到了家人和朋友面前 把爱尔兰介绍给他们 坦白地告诉他们 爱尔兰是变性人的事情 并且对于他人异样的眼光 和不友好的话语 毫不在意 一直保护着爱尔兰 要知道就算变性成功的爱尔兰 已经成为了 可以和玛丽莲梦露媲美在橘色女子 但是在最开始 杰瑞也是挣扎的 在最后如何面对家人这件事情上 两个人都比较伤脑筋 毕竟家人是不允许 这种跨性别恋情的发生 杰瑞勇敢地告诉父母 人生苦短 自己前28年的生活和决定 全部由他们做主 现在自己长大来了 知道爱情是什么 就算爱尔兰是跨性别者 他爱她是爱情里面最公平的事情 最后这对爱得轰轰烈烈的有情人 终成眷属 直视这个社会上所有的质疑声 毫无畏惧 杰瑞给了爱尔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也更让爱尔兰认定 杰瑞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他们更加火热地沉浸在恋爱之中 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就这样 如今杰瑞和爱尔兰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两年来 爱尔兰一直接受着激素替代治疗 还进行了龙胸手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希望可以接受变性手术 完完整整地成为一个女人 对于这一点 杰瑞却有不同的看法 杰瑞认为 爱尔兰希望他自己看起来更有女人味 但是对杰瑞来说 爱尔兰已经足够漂亮了 不过正如杰瑞所说 最终的决定权在爱尔兰手里 如果爱尔兰坚持 杰瑞也表示会全力支持他 在过去的两年里 爱尔兰和杰瑞的感情一直都十分稳定 只是在坚守这份爱情的背后 两个人也吃了不少苦头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外界给两人的压力 特别是在两人公开之后 他们的社交媒体上 收到了大量的恶评 甚至还有不少死亡威胁 99之 杰瑞和爱尔兰对于这些恶评 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彼此约定 忽视这些恶评 只专注于两人之间的感情 杰瑞为人幽默风趣 爱尔兰性格活泼可爱 加上爱好相同 三观也差不多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从来都没什么矛盾 一直照顾着彼此 他们一起旅行 一起阅读 一起聚会 一起做饭 一起看电视 做着跟世界上其他千千万万对相爱的情侣 一样的事情 没有任何区别 而那个四年前 爱尔兰在Facebook上撩杰瑞悲剧 但最后却被杰瑞告白的事情 已经成为两人恋爱日常中的情趣 每每提起 两人都会感叹命运的神奇 并且忍不住哈哈大笑 虽然当初因为性取向不同 让杰瑞错过了爱尔兰 但是还好 两人又再次重逢 在过去的四年里 爱尔兰不仅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还找到了最初自己喜欢的人 人们生来就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 但是一些人不满自己性别的人 有些人会勇敢地选择变性 甚至追求自己的爱情 爱尔兰就是这样的 英国也有一位勇敢的小萝莉 为了爱情把自己变成帅气小伙 小萝莉从小由保姆唐纳照顾 渐渐长大的她 对保姆产生了好感 后来她变性成男子 还改名鲍比 还大胆向保姆示爱 在家人的支持下 鲍比做了变性手术 经过长时间的服用雄性激素 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长得十分帅气 在跟保姆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保姆最终答应和她交往 鲍比说 唐纳很会照顾人 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都特别开心 当时只是一个小女孩的她 就被唐纳给深深地吸引住 刚开始她也很矛盾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鲍比也渐渐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最终鼓起勇气 想要变性 而且她想要变性的想法 还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这样的举动让旁人无法理解 不过鲍比却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现在她还成功求婚 唐纳已经成了她的未婚妻了 鲍比的母亲称 不论鲍比做什么决定 都会支持她 不管她是女儿还是儿子 只要顾得幸福 她都全力支持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件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这里边点赞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